水族箱内螃蟹们活跳跳 但一旦离开水族箱 每只螃蟹蟹鳃都得用绳子绑好绑满 避免是怕客人去夹到 或者是它的攻击 它会攻击到同类 然后而断手断脚 只需要一条塑胶绳穿过螃蟹脚 固定蟹鳃在背上打劫 就能将蟹鳃封印 不过却有民众抱怨自己购买红蟴 卖家用来固定的绳子 却多到数量惊人 12只红蟴身上的塑胶绳 重达半台金 让当事人好傻眼 因为这些红蟴是称重计价 已经要价850 他执意难道自己花了 400多块买塑胶绳吗 其他水产店业者点出 这样的绳子重量实在有点夸张 像真的比较夸张 因为正常来讲就是 这个是要属于多赚重量 才会绑那么粗的绳子 基本上像这个很少 以台中线市是没有 5克上下而已 塑胶绳没有那么重 基本上有可能连5克都没有 草绳如果吸到水 可能到50克上下都有 水产店业者分析 目前台湾最常见的绑螃蟹绳子 就是塑胶绳和草绳 部分东南亚国家会使用粗绳 但对重量影响其实并不大 如果良性店家都是以资数下去算价的钱 而不是以重量 除非是很大质才会以重量去算价钱 水产店业者也建议 消费者购买螃蟹 最好还是到现场挑选报价 眼见为凭避免争议